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祂是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祂 等候祂 与祂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木道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施伟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开始分享 马太福音的二十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一开始就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 是从二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 这一段经文就像一个故事一样 应该算是叙事 它是一个预言故事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弟兄姐妹都可以想一下当时的情形 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进入这个经文 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场景 来明白神要对我们说什么 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开始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 清早去雇人 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处出去 看见世上还有闲赞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五阵和深处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约在有处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园主对管事的说 叫工人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 个人得一钱银子 即至那先顾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他们得了 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尽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奖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了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 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好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相信 刚才读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和我一样 就是觉得这些先进葡萄园的工人 如果我们是他们 也会觉得不公平 那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 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十九章的最后 其实是在讲从主而来的赏赐 在天国的赏赐 这次呢 其实跟上次是连在一起的 上次讲到 我们如果是为主舍下所有 特别是彼得对他说 看了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那耶稣就对他们说 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其实是坐在十二宝座 其实是和我一起 然后二十九节 十九章的二十九节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 父亲母亲 儿女田地的 必要得百倍 等等 他这样讲的时候 你看彼得说了 我为你已经撇下所有 但他这样说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今生 凡是为主撇下了房屋 神就会回报我们 一百间房子呢 或者double呢 是不是我们捐献给神的钱 神也会double的给我们呢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谁也不会要得百倍的父母 百倍的儿女 对吧 上次我们讲过这个 那这次就看得更清楚了 上次的意思是说 你所得的 就在天上 与主一同掌权 在宝座之上 审判万有 那这个本身的荣耀 就是百倍于你在地上的 这些房屋父母什么 那今天呢 要讲的是 你在族里面的脑苦 你所得的是什么 你的脑苦是什么 这个之间又是怎样一个关系 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在故事里面讲到清早去雇人 那在当地呢 清早一般是指六点钟 早晨六点去雇人 那这批人呢 就进葡萄园做工了 也有的解经书 比较灵异的解经法呢 就是说 这个是 可能是指 犹太人先知 但是如果对于个人来说呢 这可能就是 年轻的时候信主的 那么到了四初 就是大概三个小时后呢 就九点钟 元祖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神呢 他到街上看 还有人闲站着 就是还没有地方去 那这个闲站这个词 我们要怎么理解 并不是说 很舒服的站着 既然他们站着 站在街上 就是要等人雇他们 也就是说 在找工作的人 这个闲子 和我们平常讲的 游手好闲啊 很舒适的闲着啊 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闲着 所以我们才会嫉妒 但你想想 如果他是找工作 他找不到工作 一直站 从早上六点 站到九点 还没有工作 他里面的心 是何等的交集 那你就能够理解 当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虽然我们认识主的人 可能在主里 我们觉得我们挺劳苦的 做这做那 但我们是在父的家里 那不认识主的呢 不认识神的人 在神家之外呢 他们那种灵魂的飘泼 无一那种痛苦 我们如果不以为然的话 那我们信主 就感受不到主的甘甜 所以这个地方 在世上闲在的人 这个闲子 不是从字面上看 他们很舒服 而是要看到 他们的痛苦 于是主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说当给的呢 我必给你们 所以他们也进去了 在一些灵异的解经书上说呢 这个也可以 如果从整个人类来说 旧恩历史来说 这个也可以说 好像是新约的 我觉得在这儿 对于我们个人 来读圣经的时候 更可以看着我们自己 来看 有的人可能信主晚些 那约在五正 就是中午十二点 和深初 就是下午三点 这个时候 等于这一天 已经过了一半了 园主呢又出去 还是看到世上 有没有工作的人 所以就怜悯他们 又让他们进葡萄园来工作 那到第六节呢 是到了有初 有初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是下午五点钟 也就是说下午六点 工作就结束了 但下午五点呢 他又看到有人站在那里 他不是简单让他们进来 而是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也就是说这里就表明了 这些人不是一觉睡到下午 现在才出来 而是他们一直站在那里 一直在找工作 世界上 或者说这个世上 一直在寻找真理 寻找家园 寻找一个灵魂的 皈依而得不着的人 于是这些人就说 因为没有人顾我 这个顾 不仅是顾我们工作 也是让我们有一份安定 于是家族 就这个葡萄园主人啊 或者说我们的神呢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那么一个小时后 就到了晚上 工作一结束 就当天的工作 当天结掉 就要给他们结账 他呢 是先从后来的人结起 因为其实后来的人 心里最忐忑 觉得 我就进来这么一会儿 他会给我那么多钱吗 会给我 可以这一天生活的钱吗 后来的人最忐忑 所以园主呢 先给的是后来的人 给了他们 按所说的 一天一千银子 那这些人 对这个园主 就对神 肯定是充满了感恩 因为自己所得的 是自己不配得的 因为自己只工作了 一个小时 或者如果像生初 就下午三点 那也只工作了三个小时 或者只工作了半天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感恩 那么他们得了以后呢 就是一大早就来的人呢 他们就觉得 自己应该得多点 我至少比他多干了半天 我应该是他一倍的钱 然而他们得到的呢 也是一千银子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 我们到神面前来 如果跟十九章连在一起 我们到神面前呢 撇下自己的所有来跟随他 是为了什么 撇下自己所有跟随他 其实他跟我们的约 就是得着永生 得着他的生命 而我们所体会和感受到的呢 是住在父家里 我们所有在父家里的工作 应该是喜乐的 与主同工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故宫的心态 我们就不愿意 就觉得在这里面工作 每多一个小时 每多一分钟 都是受的苦难 所以有两种基督徒 一种是 就是愿意跟神在一起 很喜乐的在一起 就像玛利亚一样 我听到 或者你叫我做点什么事 我就去做点什么事 像小孩子一样 父母让他干点什么 他都很高兴 觉得父母 能够给他指派点活 还有一种呢 就是故宫 不是儿女 就觉得呀 我在这忍耐着 就是要得赏赐 特别是中国的 我们这样成长起来的人 就觉得我好好学习 就是要得奖励 我们在家里 我记得小的时候 好好学习 都是要等着父母奖励的 在家做点家务呢 也要等着奖励的 其实这是故宫心态 这是完全奖励 奖励制来促进的学习 他都缺乏一种喜乐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忘记 我们撇下所有 我们进入神的家里 我们所得的 这一千银子 就是我们永生的生命 当我们看有的人 好像信了主 或者甚至到了晚年 生命终点才信 就觉得他很划算 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朋 我总是向他传福音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要等到 最后的时刻才信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早信了 又要捐献 又要守很多规矩 那多难受啊 反正是上天堂 那我就到最后再信 所以这个心态 在这个比喻里面 就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 在主里面的劳作 在主的葡萄园 主的家中服饰 应当是一种幸福 与主同在的幸福 如果你把这 当成一个苦功 你就会嫉妒 彼此嫉妒 那为什么他 好像没做什么事 没有为主牺牲什么 神给他很多恩赐 神让他的日子过得很好 我干了很多事 神好像也没有给我什么 在这种比较的时候 我们都忘记了 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 就永恒的生命 忘记了 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 就是洗我们的罪 白入血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 于是在十六节 就是最后 他说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那在后的 因为他的感恩 所以就蒙主喜悦 那在前的 因为计较 其实就失去了感恩的心 主就不喜悦 其实归根到底 不是在前还是在后 如果仅仅是在前在后 那我们都完点性更好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无论在前还是在后 我们跟神之间 都是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而不要互相比较 神也让他的门徒们 不要互相比较 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最讨神喜悦的 就是感恩的心 单纯的感恩的心 就是享受神 享受与神同在的 这样一个欢乐 这样一种生命状态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真是谢谢您 你今天借着这个预言 主啊 你来告诉我们 你说喜悦的是什么 主啊 求你除去我们里面 故宫的心 除去我们里面 真是 那不是儿子的心 让我们真正有一颗 做儿子的心 做女儿的心 让我们真正享受 与你的同在 在所有的事工中 在所有的根水中 甚至在所有我们认为 是痛苦的经历中 都来享受你的同在 只有享受你 才能真正地感恩于你 主只有感恩 才是我们所向你 献上的清香的祭 主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欢迎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 盼望您将节目 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 盼望您将节目 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